这阵子美国总统四个字好像都跟刑事法有关 先是前美国总统Trump在纽约法院 因为刑事被宣判了34项罪名 今天是美国总统拜登的儿子杭特 在德拉瓦州联邦法院面临刑事审判 他遭控购买枪支的时候没有揭露 自己有使用毒品这些重罪 因此最高会判处25年徒刑 而杭特成为美国史上第一个 遭到刑事起诉的现任总统子女 应该会拖累了拜登的选情 川普在封口废案遭判重罪之后 周一美国总统拜登在一个私人募款餐会上 首度用定型重罪犯炮轰川普 直指让这种人回国白宫威胁更大 在美国前总统川普成为美国史上第一位 被定罪的前总统四天后 现任总统拜登次子54岁的 杭特拜登周一步入德拉瓦州联邦法院 他遭控非法持枪 成为第一位面临刑事审判的现任总统子女 也可能将牵动2024总统大选 第一夫人吉尔拜登这天现身继子的审判 展现对家人的支持 尽管选战激烈 拜登对他现在唯一在世的儿子依然力挺 上个月拜登父子一同献身国业 上周也一起上教会 周末还一块在家乡滨海城市骑单车 对儿子即将开审的案件 拜登发表声明表示身为总统他不会评论 但身为父亲对儿子有无限的爱 也对他有信心 杭特遭控在2018年购买枪之时 在购枪表格填写不实讯息 为揭露自己使用毒品非法持枪11天 现在杭特采取无罪抗辩 但他过去不会言 自己饱受毒瘾之苦 三号12人陪审团临选 询问的问题包括是否认识药物滥用的人 以及政治观点能否公正 最终六男六女获选大多是非议 杭特是遭前总统川普任命的特别检察官 以三项重罪起诉 如果被定罪 最高将面临25年有期徒刑 杭特原本有望透过认罪协商 解决强职指控 但去年协议破裂 检方预定将传唤杭特前妻 以及他曾交往过的他哥哥的遗孀等人作证 不过杭特的刑事案件还不止于此 他还有逃漏税案 预定9月在洛杉矶开审 这一件件围绕准总统候选人的官司 凸显法院在今年美国总统大选成为众所矚目的焦点 不止美国国内关注 全球也紧盯 遭判重罪的川普现在遭38个国家禁止入境 包括美国盟友加拿大 英国 澳洲在内 竞争对手中国也一样 在川普被定罪后 中国大陆社群上出现AI人工智慧生成的川普影像 身穿橘色球服坐牢 点阅率打数亿次 一向严格监控网络的北京 这回却对为这热门话题出手 有大陆网友问 川普可以被关进监狱吗 这会导致内战吗 英美合拍的电影《帝国浩劫美国内战》 本周在中国大陆上映 是今年获准放映的34部外国片之一 大陆网友特地用川普的中国昵称川建国 说不应让川建国同志一个人孤军奋战 所谓川建国是暗指川普很多决策 看起来是为了打压中国 但实际上反而推动中国进步和强大 中国大陆官媒也继续催化美国民主衰退论 直指川普戴罪竞选 让美国政治乱上加乱 那重点是川普被定罪到底会不会影响美国选民投票 根据路透社民调 百分之六十六的共和党人说 照样投川普 百分之十四说不会 中间选民则只有百分之二十八表示会投川普 百分之五十八说不 民主党则高达九成都说不会投给川普 不过川普在封口废案定罪后二十四小时 立刻募得五千三百万美元 五月累计募款一亿四千一百万美元 相当台币近四十六亿 几乎是前一个月的两倍 请示范做法吧